斗罗大陆第一部里面的反派就是五魂殿,他们原本只是一个势力,并且盘踞在两大帝国中间,但是在双神战之后,五魂殿就瞬间被毁灭了,之后大陆就进入了一段平稳的阶段,之后就到了绝世堂门的剧情,而此时的反派势力就变成了邪魂师和日月帝国,说实话还是很让人畏惧的,毕竟这算是其他大陆的入侵,而且邪魂师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这和之前的五魂帝国差不多, 他们出征的时候都是寸草不生的,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,那么问题来了,邪魂师到底是如何诞生的,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唐三飞升之后诞生的,为此这一点其实也是和唐三有关,相信很多人也是有意识到的,确实邪魂师的实力也是很可怕的,邪魂师的存在历史优远,早在五魂殿时期,便有魂师使用不当功法进行邪修,从而成为邪魂师, 首先,唐三毁灭五魂帝国之后没有对剩下的魂师斩尽杀绝,在动漫里面就连六大供奉都活了下来,他们完全是可以打造全新的势力,而且五魂帝国很多魂师都是不可饶恕的,想要在大陆生存,他们必须抱团取暖,最终五魂殿参与势力也是变成邪魂师,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, 不过在万年之后,已经没有五魂殿这个说法了,为此到这里五魂帝国也是彻底没落了,还有就是杀戮之都,这里是很多邪恶魂师集结的地方,相信很多人也是有注意到的, 不过唐三用仙药破坏掉杀戮之都之后,里面邪恶的魂师应该也是有不少人幸存的,而这些魂师也是特别的嗜血,为此也是有不少人成为了邪魂师,这一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毕竟想要离开杀戮之都是有条件的,如今杀戮之都消失,这些魂师也是集结了起来,为此这也算是和唐三有关的,其实比比东也算是初代邪魂师的鼻祖, 在嘉陵关开启的邪恶仪式就是其中一种,为此他也是成为了罗刹神,相信不少人也是注意到的,所幸他的传承也是被唐三终结,否则五魂殿肯定是让人非常头疼的,其实马小桃和唐雅也是成为了邪魂师的一员,不过最后直接就醒悟了过来,五魂也是变得更加强大,只能说邪魂师不一定全是坏人,但大部分坏人肯定是邪魂师,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,欢迎留言讨论, 谢谢